我说以前的小鱼哦,哪个视频给他十块钱? 我什么时候支给你十块钱呢?有的时候是给你抵的账。 你就是有时候给你数手机,一百两百就数手机的时候你就忘了。 我是说这个意思。 我从来哪一次不是给他五十啊? 你老说什么支给十块钱? 你这样你说呀?嗯。 你说你拍视频可以,我拍可以。 你带三千元,你小子怎么带的? 我说实在话。 我不跟人家在公厂里面上班,任何东西要提钱提一点。 他两百块钱,他提几十块钱。 当然你可以。 因为他是这样的,他这个拍视频,他有时候一期视频挣了几十块钱还亏本, 或者可以挣了几百块钱,他不稳定。 除了我给你按月也高,你也放心些,我也放心些。 我相信你跟我拍视频,别人刷个火箭多少钱? 刷个墨镜多少钱? 刨一辆小子多少钱? 你也删这个意思? 给你对半分吗? 怎么样? 对半分? 把别人刷一个跑车,一个跑车是我们到手六十块,我就分三十块钱你。 怎么样? 很多人就是说,想着我拍自媒体,我是不要别人,都是把院子门锁的,知道吧? 我是觉得跟你有缘分。 不是。 我这样说,你想拍,别人不愿意拍吗? 你肯定是,钱肯定是,要不得把钱不怎么样。 你要是,你要是拍个视频可以一百块钱起步,那肯定不行。 一百块钱,一百块钱,一百块钱。 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,终于和贷款哥达成了一致。 拍一次的单价,从原来的五十块,涨到了七十块,贷款哥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 你只把那个塞着那个乳铁接上个。 把那个一解是吧? 不是。 酱油? 那个一,就是今天盖上这个乳铁。 今天盖上的? 撞着。 撞着介绍给你是吧? 可以。 哎,我就怎么不能死,不能过日子。 我能吃苦,能上班之前,怎么不能吃苦。 嗯。 他现在还不晓得我的母母,到底干活,干活,没有干活。 他也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,我都想去你干活地方去拍一拍。 那为什么?我在生活里面上视频,发微信,发头片,他怎么不接受它。 他有个神经验,盖尔帮我拿出海面的,盖尔移出海面的。 他真真,他倒怎么明了,有意思。 嗯,是啊。 他,他没有问我吧。 问了的。 我说,那个小鱼还在左马里,但是手机掉了,手机掉了,联系不上。 你怎么动不动就把手机搞掉,动不动把手机搞掉呢? 我都跟你数了四五次手机。 我都跟你数了四五回手机。 不是,我说一个,你像我们两个人走不到一起啊。 呃,有50%的希望,也不能说我没希望,有50%的希望。 他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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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两个人我长得漂亮一些,他长得丑一些。 就是,配,配上我配得上去。 嗯,两个人半斤对八两。 但是他能不能煮饭呢? 他会做饭呢? 他饭做得好很,以前在院子还做过饭呢? 那如果我们,那他没有不给我们两个人,那我送西瓜,现在他陪我一晚上,他都不陪我,是什么意思? 你,你心太急了吗? 刚认识三天就,就发展,发生那种关系的。 不是,就是我今天送菜油,送西瓜,送肉,就在陪我一晚上,他都不陪,是什么意思? 那个大瓜还,刷个拼个,发一百多啊。 嗯,那个有个粉丝还花了一百八,给你开了个房。 叫小燕子陪我一晚上,他都不陪,是什么意思? 他是不是,带东西都不陪一晚上? 他说他上班上班。 心急,不能心急。 就捏到会上去,走啊。 对对对,去会上去。 你还上班,还洗澡嘛。 因为这个,你不能到处拍。 你就,你就像演员嘛。我在横店拍电影的时候,演死人。 演员那个,卓仪下跪还不搞了的? 我是他,我是他以前的人吗? 嗯? 演员,演员什么叫演员呢?演员只要给工资,拍啥的? 拍视频可以。 嗯。 什么? 一到两个零。 什么呢?一百块钱一期啊?又涨价了? 你前天不说七十块钱一期吗? 其实,你还管饭管住。 管饭管住啊?那你住在我那里吗?可以吗? 不是,七十块钱可以,包两餐。 七十块钱包两餐是吧? 可以啊,那你在我那里去吃吗? 我不到你那边去。 可以,可以,在我那边吃。 你的房间太差了。 你这家伙又涨价了? 七十块钱包两餐呢? 可以,你在我那里去吃吗? 住,住不到你那边去啊。 在这儿,杀墨镜,杀飞机,火箭,你这另外三张。 可以是吗? 那都不能加个三十块钱。 那可以是吗?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怎么样? 下一步都给钱。 下一步给钱是吧? 你去年,你去年把个十个钱我吃个盖金饭,你知不知道? 去年你欠我好多钱,慢慢得账得清了,你知不知道? 你动不动就数手机一百两百的数。 你自己忘记了? 然后动不动就三百五百的借给你,你忘记了?